欢迎各位前来观看C18.team H2的电台 不得不说我今天还是真的很困托 甚至一度要睡着 对啊都是我新保存的图 但是我还不能睡我还要去洗个澡 那还能不能做本心包 真的是 合影 我明天我们每天都要见到 还没拿到好吧 我确实因为我平时用的都是小黑人 话筒买了 明天 就到了 什么铁三角 话筒吗 明天 怎么说呢 嗯 我对了一下 发现 挺对的 那图 图也没有劈完其实 嗯 嗯 那周四了 怎么这么快啊 不是我才勾演完吗 怎么就周四了 太可怕了吧 没有感冒 就是日常 日常日常 对还有绿洲呢 啊 对哦 算下一天了 所以现在是周四了 太快乐 啊 主要是我自己没有拍照片 啊 啊 啊 今天也出去买那个啥了 买茶 我决定直接买上一箱 这样我就不用每天出去买了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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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然后还可以直接放到冰箱里 每天拿出来都是冰的 他那个外面那个小麦布尔那个冰箱还不冰 新冰箱真的假的 不错 就可以感受到我现在的感受了 哈哈 买一箱茶然后再出去买别的饮料 笑死 但是那种的话就是你拿出来一会就 就不凉了 小皮的话就是 喝的时候持续是凉的 也不是一直做男人呢 哎呀 我会努力的 动一点冰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 哈哈 当然没有今天就没有再喝新冰了 新冰箱太甜了 哎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一个感觉 其实我还不知道 那个赌场要怎么赌呢 现在还没有开始拍呢都不知道 我刚干嘛了 我刚刚哼什么掉点吗 我刚明明是在打节奏 昨天 好啊那你们来复述一下 我刚都念了什么 都是错误答案 错误 对呀你们是猜不出的 因为它都是新歌 可是我并没有唱 我专门 专门没有横掉点 我只打了节奏 为什么复述我 是复读机吗 不行 不行 不许复读 感觉是一个测试延迟的 一个方法 看有些人就延迟有点过分 对 网络test 像现在才复读的这些人就属于网络延迟 我都不知道5G到底有多快 没有尝试过 没有尝试过 哈哈 星星 已经是2021年了 哎呀 我都要紧别天什么时候排练了 哎呀妈呀 但是现在 但是今天你们 看不到我枪壁的现场 明天忘记了 明天反正也是要排一首新歌 这个 不知道枪壁的 纯属是 就是掉线了 估计是这两天掉线了 嗯 哎呀妈 这个还打得可真长 前天有吗 前天没有 假粉丝 怎么这是 嗯 没有 我是本人 我还能不知道吗 嗯 就是打哈欠打了眼泪流下来 我是本人 我是本人 本人享有最高发言权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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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明天又不干啥 为什么不能喝水呢 嗯 哎 我又开始 打哈欠 嗯 哼 哼 哼 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嗯 发现真的是打哈欠会传染 你只要在舞蹈房打个哈欠 就会 一定会有人跟人一起打 然后距离不限 有的时候是 最近的人 有的时候是离得最远的人 嗯 哎呀 呵呵 呵呵 为什么 那意思说是我就不属于自闭是吗 哎不过我发现好像只传染过别人 但是没有被别人传染过 我每次都是先打的那个 隔着屏幕也会 呵呵 也会传染吧 我知道了 世界上本来没有哈欠 都是因为我先打了 然后旁边人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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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要这么结束了 然后我又打了一个 然后全世界都开始打了 打哈欠 嗯 嗯 这怎么是万额之缘呢 这是一个 好的发现方式 我要是不打哈欠的话 大家都 就是那个 疲惫的无法去宣泄 嗯 嗯 怎么能做到打这么多哈欠呢 哈哈 不是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话就是 之前是因为我打了哈欠 然后我身边人在打哈欠 然后打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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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到你身边人了 嗯 世界是一个圈 嗯 我的天哪 眼泪刷刷刷 嗯 哦 那之前可能是因为我 我的上一世 对 我的上一世 现在 确实是有一点 我现在属于一个很奇怪的姿势 然后在窗上趴着 感觉 一旦 把手机扣下来我就会睡着 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入眠方式 就是听我的直播真的 真的 我昨天晚上就是 马上就要睡了 然后我就想睡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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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一睡然后睡不着了 于是我就打开了打开了手机 然后点开了自己的直播 然后放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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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睡着了 对 真的 嗯 嗯 哈哈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听着自己讲话 声音会很有那种 安全感 我没看我只是听而已 听起来还是很正常的 真的假的 我每次一听自己讲话 我就会犯困 嘿嘿 怎么就炸 明明昨天就很 怎么说很 很温柔 哎呀妈 今天吗 对啊确实是很开心 但是我太困了 等明天我的 音 就啥啥声 话筒到了 就可以气氛变得更好 哎 对啊下午没有睡 我中午就 中午就开始排练了 然后就 排到现在 哈哈 还在延迟 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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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是公演了是吧 就不是排练了 又已经周四了 周五周六 周六 周六就直接公演了 确实跟昨天 判若两人 哈哈哈 可是 可是这个样子看起来不像 嗯 这两天 这两天也不去 我就周六去 没有感冒 纯属疲 人疲惫的时候就会这样 嗯 啊 提问 你们知道 水水的生日是 五场还是晚场吗 啊 我没有鼻眼 我纯属因为打哈希打太多了 然后就流眼泪 然后 又流鼻涕了 嗯 完成 好的好的 因为 因为今天 马老师问我们 是吧 茶色无常 对 过以前有冷餐 哈哈哈 唱那种美声什么 就是 那种 那种什么 清雅易高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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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人在看吗 哈哈 我也就是看了一丢丢 哈哈 胡云尼 胡云尼为要给扫 反正我看我看网上评价说 说顶楼越来越离谱了 嗯 什么请客吃火锅 我怎么不知道 怎么没有跟我通知 嗯 最近看剧 还真美哦 我这一天一直都没看剧 这一天空的时间会刷抖音 就不过就是在抖音上能看到最近的一些 也是这种电影解说 然后什么电视剧解说 为什么不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说我 不能看吧 啊我看到他新出了一首歌 我终于知道你们昨天说的一个瑞瑞瑞是啥了 你们光说瑞瑞瑞我没听出来 我一打开抖音 就 就懂了 对那不是喜剧歌是好久之前的我当时也震惊了 还有一首歌也是也是一个我只是说就是比较火的那种 最近火的所以就称作为新歌 还有一个 叫啥一首 哎呀忘记了 嗯 嗯 嗯 拉成海耳朵 嗯 怎么会 我的 我的统一线已经不 不是这样了 之前也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是 这首歌 叫啥米威生吗 是这首歌吗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歌提醒一下我 拉成耳朵 哎呀 提高警惕 是你细胞全面戒备 你的电话绝不露见 瑞瑞瑞瑞 看到心里耶 哎 怎么又开始宝贝了 哈哈 没有只随便唱 你们是觉得我唱歌唱的不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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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被伤透了 嗯 还有一首歌我今天今天是刷抖音 明明就看到了 但是我又想不起来那首歌怎么唱了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我还看到就是看到谁把他翻唱了一下 好像是赵露丝 我想不起来歌词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再刷 嗯 嗯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刷到同一条抖音的 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的 嗯哼哼 嗯哼 嗯哼 要是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就去看 放空 怎么感觉这两个字有点熟悉 好的 那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现在去看抖音 三二一 我找到了 我来给你们唱啊 预备 起 放送咱们 唱低点 放送咱们满身孔 被窝里做一个萌 外面 什么太多 有什么东王娜娜 嗯 说什么东王娜娜 被你们给带了 被你们带跑了 哪就没听过这首歌 明明肯定听过 先是一段rap 他那个抖音的那个B加嘛 就是慢慢的长路 五六七八 放送咱们满身孔 被窝里做一个萌 外面 什么太多 外面 什么太多啊到底是 外面什么什么太多 什么什么什么东王娜娜 谁说没听过 谁说没听过 他前面是rap嘛 前面是rap 怎么就不是一个调了 难过了 太难过了 我只不过是没有认真常把了 因为我 很疲惫 疲惫要是能让你们拿去就好了 真的不行 我还想洗澡呢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这个毅力了 我可能知道明天早上起来再洗了 我可能知道明天早上起来再洗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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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托邦 什么什么什么 和影 绿豆粥好想喝绿豆粥啊 但是我不想喝绿豆粥 我想喝那种冰沙绿豆冰沙 我现在就特别想喝那种特别冰特别冰特别冰 特别甜的东西 有没有那种 就是 那种 就啥来着 就是可以直接 一口下去 然后从 从嗓子直接冰到肠子的那种 饮料 就是 又冰 然后又 又不会腻 又会 又不会特别甜 就是 直接 直接整一个 整个都会 都被冰到的那种 呵呵 不是啦 它冰块 它是固体 我要那种流动性 然后咯啦一下 全体降温 对 让我 让我所有的器官全体降温 哈哈 好吧 我就想要那种喝起来特别爽 特别冰 特别好喝的饮料 就可以直接一下从嗓子沿 然后就是 冰到肠子 然后就会感觉到整个人一个大降温的动作 放松在慢慢升空 被窝里做一个梦 但我不想 就是我我想要的那个降温不是说身体就是皮肤的降温 就是让我的器官 就是让我的 让我的 就是 食道 嗯 你们懂吗 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很闷热 就这种胸口闷热 然后 食道 整个从 从嗓子开始往下的那 就那一条路 都很热 然后我就想 然后就想 让体内降温 懂了吧 就是像他们说那种什么嗓子 嗓子冒火 然后 胸口开始冒火的那种感觉 就真的很热 嗯 不是吹吹空调就可以好的 唉 放松在慢慢升空 北窝里做一个梦 外面造影太多 说什么东西 那呢 我真觉得我那件 那个小小叫啥来着 那个蝴蝶结那个衣服 弄得真不错 它本来就是一个黑黑的什么都没有 我把它贴上钻之后 它就变得非常闪耀 我本来想把它整个蝴蝶结 都贴上钻的 但是因为我买的钻不够 不是有好多人说没有听过吗 我现在就给你们听一听 对啊 就是拿双胃胶粘的 哈哈 对 然后但是我双胃胶没粘了 我就让阿姨再帮我 用别的胶给加固了一下 嗯 对 对蝴蝶结的那个 对蝴蝶结的那个 哈哈 放松在 慢慢生活 哎 好说不说 要说不说 我跟你们说 今天我不是去录 又那头吗 就被夸奖了 你们到时候一定要认真地听 我的又那头 我的又那头 啊 就夸我表现很好 确实 但是主要是因为这次这个风格 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风格吗 我就总觉得自己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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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还可以 哈哈哈 而且因为今天还挺挺麻烦就是我们那个录音棚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录音老师那边的麦克风坏掉了 我们平时都是他们那边有个麦克风 然后会讲话 跟我们耳机里对话嘛 然后 他的麦克风坏掉了 我就听不到他讲话 他可以听到我讲话 但我听不到他讲话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打手语 沟通 真的吗 可是我 我觉得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呢 可能还是平时 就有的时候录音状态不好 就像我生日过晚的录音 就那天 没睡醒就去录音了 鼻子是有点堵 哎呀 真的吗 嘿嘿 打手语 那下次 下次我们 直播用手语聊天 哎呀 真的太滚了 哦真的太糟糕 你们就拿那个表情 你们就拿那个表情来给我打手语 哎 只是我怎么说 我觉得我 那个时候非常的不成熟 所以说现在也没成熟到哪去 但就是 感觉 对 哎 我只 我是说 就是表演 在舞台上 表演上 就因为我一直打哈欺 打哈欺 打哈欺 然后就流眼泪流眼泪 一流眼泪就要流鼻涕 嗯 看不懂看不懂 好 那就 那就 那就睡觉了 真的哭得不行 我现在眼泪已经流得 吵吵吵吵吵吵 拜拜 明天我也要化妆 明天 明天 明天我也要 早起化妆 这样就可以 一结束就回来直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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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rs 啊 嗯 好了 拜拜 太困了太困了 大家快睡觉吧 拜拜